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使讲了说 你别开玩笑了 这里是天堂 所有都是免费的 然后又带他们来到一个宴会 宴会上有各种这样的美食 然后这个先生就问说 你问那些低脂的食物和那些无糖的食物在哪里 天使说我们这里有所有你想吃的东西 我们当然有这种低脂的和无糖的 但是你现在在天堂 你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而且你永远都不会变胖 听到这里这个丈夫一跺脚 她说 哎 转向她的妻子 想到说 都怪你 就是你让我成田吃这种健康的低脂无糖食物 要不十年前我就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对天堂的认识太少 在几代人以前 基督徒其实常常地去思考死亡和天上的问题 因为发现在那一时期的讲道和诗歌 经常会提到耶稣的同在以及天堂这样的主题 然而发现在今天的世代却并非如此 没法今天的基督徒似乎更专注于今天的生活 而不是来世 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 我们读到保罗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常常地去想天上发生了什么 而不是只是把我们的眼光 局限在地上发生了什么 而把我们的眼光转向天堂 或者把我们的焦点转向永恒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时不时地都去想一想 我们将来要到哪里 以及到了那里之后 我们到底可以期待些什么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 我们可以回想我们生命当中 那些最美好的时光 也许是和你的妻子 也许是和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 你的朋友 在一起 每当有这样的时光的时候 我们总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时刻 可以一直就这样延续下去 不要过去 而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时光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很自然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即便是这样最好的时光 也只是对未来天堂的一个 小小的一撇罢了 而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充实的 是快乐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有益的 为什么 因为这其实就是造物主创造我们的方式 用以来连接我们每一个人去寻找它 在C.S. Lewis 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讲道 叫做荣耀之众 The weight of glory 他这里面讲到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思想 在福音书当中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和那些奖赏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从主的角度来看 我们人的问题在于 不是我们的欲望太强 而在于我们的欲望太弱 就是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东西 其实我们不感兴趣 当无限的喜乐 满足 福分提供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却选择 用那些酒精 性 物质来 追求我们的满足 他讲的就好像是一个 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 他一心只想继续去玩泥巴 他永远无法想象 在海边度假是什么样子 换句话说 我们常讲说 我们人太不容易满足了 对不对 人心不足 舌吞象 但从神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太容易满足了 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因为我们满足于那些次好的 而不要那个上好的 因为上帝明明已经在另一边 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多的东西 在等我们 但是我们却满足于今生这个世界 所给我们这些短暂的快乐 为什么不向往天堂 你可以现在回想天堂的样子 你现在就在脑袋当中 想象天堂的样子 你会发现 在你脑袋当中 天堂的画面是空的 因为你不知道天堂是什么 或者对你来说 天堂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 我们暗于现状 不向往未来 对福音没有热情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不向往天堂 为什么不向往天堂 网上流传一句话 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我把它改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问题 就在于属灵贫穷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你想象不到 神为你预备的是 多么美好的东西 所以你会以为 你现在所拥有的 就足够好了 而对我们其实大多数人来讲 因为这世上的人 不管他是哪一种宗教 其实他都相信某一种来世 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 在66%的美国人 是相信有天堂存在的 而71%的美国人 相信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而如果你去看其他的文明 你会发现 世界各地的人 自古就相信在今生之外的东西 比如说古埃及 在古埃及的那一本 《死者之书》里面 写满了死后生活的故事 在5000年前 一个去世的法老叫做胡夫 在他的坟墓当中 挖掘出了一艘太阳船 这艘船 法老认为他们死后 可以乘坐这艘船 穿越冥界 然后前往来世 PPT可以帮我翻一下 这是埃及人 而古希腊人 他们会在死者的嘴里 放一枚硬币 用来支付 他们渡过冥河的船费 以载他们 前往不朽的生命之地 而美洲的原住民 他们在埋葬战士的时候 会把战士的马匹和弓箭 一同埋葬 这样他们认为 死者就可以装备精良地 进入到那个 传说中的伟大的狩猎场 然后在格林兰岛的那些 因纽特人 就是埃斯基摩人 他们在埋葬的时候 会将狗一同和他们埋葬 用来引导他们 穿过寒冷的死亡荒原 当然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对坟墓 另一边生活的一种误解 然而人们普遍地认为 在坟墓的另一边 其实还有一个世界 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死亡 并不是一个终结 但当我们把目光 拉回到圣经时代 在耶稣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团体 叫做萨都该人 而萨都该人 是和当时的普遍的 流行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他是逆着这种趋势的 他们坚持地认为 没有天堂 也没有来世 通常我们知道 萨都该人和法利塞人 他们联合起来 常常去攻击耶稣 找耶稣的麻烦 试图陷害他 但是即便他们这两群人 因着共同地 对耶稣的仇恨 而联合到了一起 但是他们在神学上 却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萨都该人和法利塞人 他们的神学 是完全相反的 这我们刚才所讲的 萨都该人 他否认死人的复活 否认神迹 否认天使的存在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相当黯淡 相当悲观 相当消极的神学 不是吗 没有来世 没有奇迹 没有复活 没有天使 没有希望 然后我们会发现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 是持着这样相同的 可悲的观点的 所以他们真的要 好好地去听听福音 事实上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将来的事 我们就需要找到 一个真正的权威 也就是说 一个真正知道 自己到底在说什么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真正的 到过另一边 又回来的人 我在这里讲的 不是那些宣称 自己死了 然后又复活了 然后写书 然后到处去 寻回演讲的那些人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这样的故事 很多的书籍 讲到他经历死亡 到了天堂 或者到了地狱 然后不知道 怎么要回来 回来之后就开始 向大家世人描述 天堂或地狱的景象 我在说的不是这些人 可能有的一种姐妹讲 牧师你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 我确实是对神 和祂的话语有信心 但是对于那些 自称去过天堂 和地狱的人 我对他们所描述的 我一直是存疑 事实上 在那些反问天堂的 那些书籍的作者当中 前不久一段时间 就有一个作者承认 他是编造的 是虚构的 而我自己有一个 比这些作者 更可信的消息来源 即便这些作者 他们的故事很吸引人 他们所描绘的那个景象 令人惊叹 甚至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我们手中有一个 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 唯一一个经历了天堂 并且向我们描述 他的那一位 就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约安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耶稣说 因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照那 差我来的意思 所以他讲到 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然后在三章十三节 耶稣说 除了从天上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没有人生过天 只有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死后的事 将来的事 你就要知道 在圣经当中 耶稣是怎么说的 或者我们把范围 扩大开来 我们要知道 神是怎么说的 因为圣经 都是神所漠视的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我们看到 不相信复活 不相信天使 不相信神迹的 这一群撒度该人 他们对耶稣发起了挑战 他们自以为聪明地 想让耶稣掉进他们的陷阱 但结果他们未能如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二十三到三十三节 麻烦帮我翻一下 我来读一下 萨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父子摩西说 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利后 从前 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孩子 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第三 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 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他是七个人中的 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 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 就吸其他的教训 这种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基于这段经文 我们需要知道三点 首先第一点 相信基督的人 永远不死 相信基督的人 永远不死 我们再来看第三十二节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然后他讲到说 神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这里中文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英文比较清楚 他没有说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 他没有用过去式 他说的是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所以他用的是 现在式 也就是说 他一直都是他们的神 换句话讲 以色列的三位主长 今天仍然活在神的永恒当中 尽管从这个世俗的观点去看 他们已经死了 但是对神来说 他们每一个都是活着的 都是在神面前的 与神有关系 所以神说 我不是死人的神 我是活人的神 所以同样 今天在主里死去的 你所爱的人 也是如此 在神的眼中 他们是活着的 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 跟神有关系 现在 此时此刻 事实上 这些在主里面死去的亲人 可能比你在这个世界上 认识他们的时候 更加有活力 更加有生命 所以基督徒 永远不会死 不信的人 听到这句话 可能不理解的 觉得基督徒是疯了吗 你没有去过墓地吗 当然去过 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 与死亡亲密地接触 我知道尸体会被埋葬在地下 但是我想说的是 即便尸体会埋葬在地下 但是灵魂却永远存在 根据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死亡 并不是一个结束 这只是一个过渡 也许你听过美国的 这个麦克哈瑟将军 他在最后一次演说当中 很著名的一句话 叫做 Old soldiers never die 就是老兵不死 他们只是渐渐凋零 那我想说的是 基督徒永远不死 他们只是睡了 身体会朽坏 归于尘土 但是灵魂将会继续存在 而且后面我们都会复活 当他们在地上 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是他们在天堂呼出的第一口气 他们在地上闭上眼睛 他们却在天上 打开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耶稣对那个失去地地的 悲伤的马大讲到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你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相信主的人 我们必永远不经历死亡 我们这里讲的死 我们都很清楚 一件事情不是指的肉体的消亡 肉体一定要经历过死亡 我们指的是 我们和神的关系永不断绝 而且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要复活 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并且不朽 直到永远 这是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所拥有的巨大的盼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知道的是 复活 是身体的复活 这些萨都该人 他们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来想要把耶稣拦住 这个例子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讲到说 一个女人嫁了一个丈夫 丈夫死了之后 没有孩子 又嫁了他的弟弟 他弟弟又死了 又嫁了弟弟的弟弟 一共连续嫁了七兄弟 我们知道这个例子 在生活当中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嫁七个 第三个死的时候 就吓跑了 谁还敢取这样的人 但他提出这样的一个 极端的 不可能存在的例子 其实就是为了要难倒耶稣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在生命纪第25章 摩西的律法当中 吩咐 讲到说 兄弟同居 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 不可出嫁外人 他们有几个兄弟 其中一个结婚了 但是却没有生下孩子 在没有繁衍后代之前就死了 那他的妻子不可以嫁给别人 他丈夫的兄弟 就要尽弟兄的本分 娶他为妻 然后繁衍后代 然后他所生的长子 是归于他兄长的名下 免得他兄长的名被涂抹 也就是说免得他断绝了后四 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 那是因为他们当初 在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 那片土地 在后面将要分配给各个支派 各个家庭和各个支派 都要得地为业 而这些支派必须要有子孙 有后代 来守住这块土地 来继续跟随神立约的应许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个应许就是要把这个土地 赐给那些支派 永远得地为业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妻子不生育 没有了后四怎么办 那同家族的人就要帮忙 把他取过来 然后替他来繁衍后四 这是一种收纪昏制 所以这是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一直就有的一个习俗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 耶稣怎么样回答 在马太福音22章29到30节 耶稣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有人听到这句话就开心了 婚姻折磨得够呛 下辈子我可不跟你过了 有些人就觉得很沮丧 不能够和相爱的人 一直到永远 太可惜了 但我们首先要知道说 在这个地上 婚姻被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除了繁衍后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繁衍后代 除此之外 还有它的属灵含义 我们知道婚姻是 预表着人与神的关系 婚姻预表人与神的关系 而有一天 主耶稣会再来 当他再来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他要迎娶他的新娘 这个新娘就是教会 也就是说 普世的教会 或者所有的信徒 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 嫁给耶稣 然后直到永远 我们人神的这个婚姻关系 要存续到永远 换句话讲 地上的婚姻关系 被更高层次的关系取代了 地上的婚约 被更高的约所取代了 然而关于婚姻 神为什么要设立 以及婚姻到底 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以福所书 保罗告诉我们 它其实是一个奥秘 它其实是一个奥秘 是我们今天也不能够测透的 而复活之后的关系是什么样 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仍然是一个奥秘 要等到我们复活的那一天才揭晓 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身体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完美的状态 再次复活 是完美的状态 我前两天就拔了一颗牙 这说明我少了一颗牙 在复活的时候 我的牙应该是齐全的 以完美的状态再复活 甚至在约伯记 这本圣经当中 最古老的书卷当中 也讲到这一点 在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写道说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 并不像外人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所以在约伯记当中讲到说 当我们在肉体之外见神的时候 是自己见他 是亲眼见他 不像外人 换句话说 在天堂你仍然是你 只不过你是一个完全彻底升级了 更新的你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都已经升级了你 所以 很多时候人们对这件事情感到困惑 有些人认为说 当我们死后 我们都会成为天使 很多基督徒这样认为 认为我们死后都会长着翅膀 然后头上有个光环 对不对 画片看太多了 但圣经当中并没有讲到说 我们会成为天使 他说我们要像天使一样 对不对 天使是独立于人的创造物 是福役的灵 在他们当中既有善良的天使 也有堕落的天使 就是撒旦 但是没有天使可以成为男人 或者是女人 也没有人可以成为天使 天使不能够放弃他们的不朽 像电影当中所描绘的一样 天使还会瞎烦 然后与人谈恋爱 像烦人一样生活 不会的 因为天使是福役的灵 所以我们复活 不是像天使一样 我们的复活 圣经当中讲到 我们不是像一个灵 在天上 在天堂里面飘啊飘啊 一个飘渺的存在 圣经告诉我们的复活 是身体的复活 是物质的复活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复活 那么复活之后的身体 是什么样的 更多前书第十五章 像我们讲到说 我们有两种身体 一种是朽坏的 羞辱的 软弱的 属血气的 必死的身体 一种是复活的 不朽的 荣耀的 强壮的 有灵性的 不死的身体 当我们在亚当里面 我们是前者 我们是属血气的 是属土的 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的 而在基督里 我们属于后者 是属灵的 是属天的 要承受耶稣基督 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和他永远在一起 所以保罗提到一个奥秘 就是我们的身体 要在末日 基督再临的时候改变 从那必死的身体 变成为不死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上帝所造的 本身不是恶的 亚当被造的时候 是有灵的活人 他的身体不是恶的 耶稣基督 倒成了肉身 他的身体不是恶的 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 他的身体也不是恶的 所以我们也要 按照耶稣的样式复活 我们原有的身体 要被改变 有荣耀 不朽坏的身体 我们一定要走出 这样的一个误解 我们认为说 我们的得赎是灵魂得赎 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得赎 乃是全人的得赎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三节 就是我们这有 圣灵初节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所以不但是 我们的灵魂得救 我们的肉体也要得赎 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祂是以祂在地上的身体来复活的 所以门徒可以看到祂 甚至可以用手去摸祂的钉痕 只是祂可能改变了形象 因为门徒认不出祂 所以我们的身体将来也是会复活的 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完美的 不朽坏的身体 一直到永远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的复活 是身体的复活 第三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天堂和地上有相似 但是也有不同 我们经常会想知道一件问题 就是我们在另一边 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会不会认出我在天堂的亲人 我这个问题我被问了太多次了 我会不会认出我在天堂的亲人 我的回答是 你觉得 等你到了天上 你所知道的 会比你在地上少吗 你现在可不可以认出你的亲人 你可以 那你到天上就一定可以 因为你在天上 你所知道的只会更多 而不会更少 所以你会认识那些 在这个世上 你所认识的 跟你一起生活过的 你所爱过的人 所以我们在天上 要经历一个团聚 因此作为基督徒 亲人的离去 只是一个逗号 而不是一个句号 因为我们会再次见到他们 我特别期待将来有一天 在天上可以再见到弟兄姐妹们 以及我的亲人 我所爱的人 保罗也讲到说 他曾经被提 被提之后到云中与主相遇 然后他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用这些话 彼此安慰 因为知道我们这些渴望 见到亲人和所爱之人的 我们这些人将再一次地 与他们在一起 直到永远 这是一种安慰 而婚姻呢 世上的婚姻是 终极婚姻的影子 刚才我们也讲了 婚姻的目的 不是为了取代天堂 而是让我们为天堂 做好准备 人类和婚姻制度 将在天上达到顶峰 它会改变 但是是以我们 现在无法理解的方式 会改变 相信它会变得更好 因为天堂里的一切 都是无比的美好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 过于地消极悲观 觉得说到天上 我们是不是要舍弃 我们在今生地上 所在乎所拥有的一切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计划 不会止步于新天和新地 上帝的工作 从来都不是废弃 而是成全 在地上开始的关系 在天上也会继续下去 只是比任何的时候 都要更丰富 你所拥有的一切 在天上 你仍然可以拥有 只是比这一切 更加的丰富 所以神的功 不是要废弃 而是要成全 所以在天堂里 一切都是完美的 比任何的时候 都要好 在天堂上 我们会知道 我们比以前知道的 比我们所知道的 会比以前知道的更多 而天堂 它也不是一个消除 或抹去记忆的地方 而是我们的记忆 被完善的地方 因为有人讲到说 我们到天上 会忘记地上的艰辛和痛苦 因为启示录 二十一章 神应许我们 它会擦去我们 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喊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所以它认为 我们到天上会失忆 但这段话 并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的记忆 会被抹去 它所强调的区别 在于视角的改变 我们将从上帝的视角 去看待事物 想想你在二十岁 看待事物的方式 和你在十岁 看待事物的方式 之间是有多大的差异 所以你到了四十岁 你在和你二十岁的时候 看世界 是有多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通过 不同的眼睛 去看待生活 所以到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更大的 更完整的画面 你会更了解 真正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会意识到 什么不重要 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只会活在当下 而到那个时候 我们有了更远的视角 所以我在地球上的 一些艰难 伤害 一些莫名其妙的苦难 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 而当有一天 到了天上 这些记忆仍然存留在 我的脑海当中 但是我却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视角 我们才真正地明白 保罗在罗马书 第八章二十八节 所讲的 神教万事都互相效力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才真正地明白 这一切一切的经历 是为了要符合 神的哪一个计划 那不再是苦难 那不再是苦涩 而是一种美好 所以当我们到达天上的时候 我们会从上帝的角度 看待事物 我们将有一颗 在知识和理解当中 成长的心 这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 去看待 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会看到 在神心中 一直的那一个广大的 伟大的计划 这是有关于记忆 还有你们很关心的是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生活 是怎么样 在天上 既然我们不是像灵一样 飘来飘去 我们有住的地方吧 当然要住哪里 在约翰福音十二四节 耶稣说 在我父的家中 有许多的住处 所以我要去那里 为你们预备地方 这个地方在KJV版本当中 被翻译叫做Mansion 中文就是豪宅的意思 也就是神在天上 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一个豪宅 是一个美好的住处 而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有更详细的描述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摘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住 他们摘种的 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向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换句话讲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你到天上的时候 你的私有财产 仍然获得保护 你的房子别人不能住 你所摘种的别人不得吃 所以不要担心 你在天上会飘来飘去 你有地方住 那么天堂会无聊吗 很多弟兄姐妹会认为 天堂是不是很无聊 感觉好像没什么事情做 不会 在天上会干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在天堂会有敬拜 不断地敬拜 无穷地敬拜 只有敬拜吗 很多弟兄姐妹说 还有别的 还有盛宴 还有娱乐 还有工作 那你们说到天上了 还要工作吗 是的 到天上你也要工作 因为神起初在创造人的时候 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要工作 而那个时候 亚当在伊甸园当中 他的工作是什么 是替神管理 所以等到到了天上 工作不再是为了生存 工作是管理神 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讲到说 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 做空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换句话讲 我们到天堂 不是会失去工作 我们在天上 失去的是工作当中的劳苦 失去的是工作当中的劳苦 所以考虑到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说 天上的生活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枯燥 那么的浅薄 而你考虑到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 我们应该要为那个地方 做准备 因为天堂 是为有准备的人 而准备的 所以耶稣说 他到父那里去 他父那里有很多的住处 他到那里去 为我们预备地方 这句话是在两千多年前说的 意味着在两千多年当中 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 而我们是否预备了迎接他 有个人曾经问 伟大的步道家 穆迪 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知道主今晚会来 你将如何去度过余下的这一天 穆迪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说我不会做任何 和我每天不同的事情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 每一个人的答案 如果你说主明天就来了 我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说明你今天的生活有问题 如果你能说 主明天来了 我要做的事情 不会和我平时做的 有任何的不同 那么你是一个 时时刻刻 预备好建主的人 所以这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生活 时刻准备好 迎接主的再来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基督徒 要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情 为什么要思想天上的事情 因为你思想天上的事情 会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问题在于 我们的目光太过于短浅 我们只能看到眼前 而不看不到更远 而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圣经恰恰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更宏大的视角 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可以去看待今生 而这个视角 会让你的生命发生 本质上的改变 所以基督徒的目光 一定要长远 一定要长远 不要只看眼前的那些利益 前段时间回到了北京 正赶上是四五月份 有住在北京的弟兄姐妹吗 家里是北京的 可能住在北京都会比较清楚 外地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太了解 北京有个什么样的特点 到四五月份 什么样的特点 脏 为什么脏呢 因为它漫天飘的都是那种杨柳絮 那种杨柳絮像下雪一样 从四月份一直飘到五月份 所以非常的脏 以前我不觉得 我就觉得很正常嘛 飘就飘嘛 但这次回去之后 我就很好奇 我就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杨树 你既然知道它会飘这样的柳 这样的续 这样的东西下来 影响环境 特别是呼吸道比较过敏的 很容易就过敏 于是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 它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杨树 为什么会种杨树 因为杨树长得快 它长得快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达到氯化的要求 但是为什么要达到氯化的要求 北京以前没有树吗 有 那树哪儿去了呢 砍掉了 为什么砍掉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叫做大链钢铁 所以所有的树都被砍掉去烧柴火了 发现环境被破坏之后 又赶紧地要去修补 那个时候就需要快速地恢复绿化 恢复绿化最快就要找那种最快的树种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杨树 结果到了今天 闹得满城像下雪一样 所以从这件事情就看到了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目光是短浅的 如果你到北美 你就到欧洲 你会发现欧洲北美 他们路两边种的都是什么树 是松树 是橡树 是断树 是南树 长得慢 对不对 但是它很结实 而且它没有那么的荣耀 爱掉叶子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目光太过于短浅 带来的结果 我们是要承受的 而当我们的基督徒眼光 你的眼光只聚焦于 在你今生的这一点事情上 你所失去的将是永恒的福分 所以我们要学会把眼光放到更长远 放到永恒的视角 去思考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我在神学院有一句 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一句话 是我一个同学对我讲的 告诉我讲到说 我们在今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在塑造你将来永恒的形象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你要知道说 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塑造你将来永恒的形象 把你的目光要放长远 所以当你的目光放长远之后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你知道很多宇航员 当他们到了太空 再回到地球之后 他们的心态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被称为叫做总观效应 苏联的尤里加加林 他是第一个进入到太空 然后绕地球环形一周 当他回来面对众多记者 促用他采访的时候 他没有讲到说 感谢我的祖国伟大的苏联 他讲到说地球的美让他震惊 所以他希望全世界的人民 一起保护尊重这个美丽 不要毁坏它 而当阿姆斯特朗 他第一个踏上月球的时候 他也没有讲到说 这是美国民族伟大的一步 他说这是我的一小步 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所以在当时那个意识形态 对抗格外激烈的时代 很多宇航员回来 都有过类似的情绪 因为当他们进入到太空 回望那个地球 才会感觉到它的美 然后才会意识到 在一直以来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其实是被无边的黑暗和死寂 所笼罩着的 接下来就会感觉到 在这个地球上 国家和民族的对抗 是多么地狭隘 而这种感觉我们无法体会 所以同样 当你去好好地读圣经 你只学会站在上帝的视角 去看待问题 你也会产生一种总观的效应 因为你见识到上帝 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 他的计划是何等的宏大 你会意识到 我们今生所在意的 我们今生所计较的 是多么地狭隘 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将来的事情 我们每个基督徒 要把这些事情 放在我们的心中 这会让我们知道 你要如何去生活 同志讲到说 未知生 焉知死 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恰恰反过来 你要知道死 你才知道如何去生 而对我们基督徒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盼望 传递给更多的人 要去传福音 让他们知道 神在天上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家乡 我们在这地上 不过是寄居的 你所拥有的房产 无论是四十年产权 七十年产权 还是永久产权 我们都不过是寄居的 而神在天上 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 让更多的人 可以听到这福音 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 让我们也都能够去传扬福音 我们记得就是要去传 要去传 很多时候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肯定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